殉职消诊员穆罕默阿迪之死裁定两大原因包括警方 首相马迪回应莎莎要求的20%石油税 传禁烟令再扩大 明年修法这个地方也要禁烟了 银行新增的额外收费原来是前朝批准的措施 完整的新闻内容请继续收看9月27号的百格大事记 晚上好 我是威敏 新闻一开始先为你报告 接下来一周的燃油价格 RUN97上周才大涨了14仙 本周再涨12仙 来到了2令吉79仙 RUN95和柴油价格继续保持不变 接下来关注名声课题 雪莱俄州自2008年6月起 就有免费首20立方米水供的计划 不过州政府今天宣布 基于州内人口不断增加 导致州政府的负担越来越大 截至2018年一共耗费了18亿令吉 今年预料也会花费2.2亿令吉 因此雪旧大臣阿米鲁丁发文告宣布 从2020年3月1号起 只让家庭月收入不超过4000令吉的用户 以及住在廉价组屋且拥有个别水表的用户 继续享有这项计划 14全面禁烟令已经落实了 但如今有传将进一步扩大至娱乐场所 沙拉越卫生局环境卫生组主任 比利苏章透露 联邦政府将于明年1月修改禁烟法令条文 以将娱乐场所列入禁烟的管制范围 包括卡拉OK歌厅 酒吧及酒馆等等 一旦此禁令正式实施 酒客们将不能在歌厅或者酒吧内吞云吐物 早前落实死事禁烟令的时候 卫生部市指出 只有持有餐馆执照和供应食物的夜店和酒吧 才需要遵守禁烟令 针对银行新增额外收费课题 财政部长林冠英赞扬银行在听取劝告之后 立即取消收费的行为 另外林冠英指出 征收交易费的措施是由前朝于2017年12月批准的 目的是要推广使用电子付费系统 无论如何上述收费已经在昨天取消了 纷纷老老多时的殉职消诊人员 穆罕阿迪验尸挺案件 今天做出最后裁决 验尸官罗菲亚指出 阿迪的死涉及刑事因素 是由遏制三名不明轮士构成的刑事案 并非一宗单纯的意外事故 他同时采定 警方和镇报部队没有在第一时间控制暴乱场面 是造成阿迪死亡的因素之一 随着死因出炉 全国总警长阿都哈密也强调会揪出凶手 此外对于验尸官裁定 警方没有第一时间控制场面 阿都哈密指出 警方会进一步的调查案发当天的指挥官是否依据SOP 另外人权律师西蒂卡辛质疑 验尸官没有传照庙宇人员和信徒 那又如何裁定阿迪之死涉及刑事成分呢 沙巴和沙拉越一直想要跟联邦政府争取20%的石油开采税 针对以上问题 仍在纽约的首相马哈迪做出了最新回应 他要杀杀两周体量 因为如果给予两周20%的石油税收益 那么就意味着国有无法保持国际石油公司的地位 因此目前中央政府和州政府正在进行协商 以设法找出其他的解决方案 那么今天的大事记到此结束 感谢您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